国军大直新营区即将要全面启用 包括国防部跟空军司令部都陆续进驻 新的国防部大楼不但全动采用防电磁波的材质 地底下还有可以抵挡飞弹攻击的指挥中心 非常的坚固 而旁边的空军司令部也很有特色 不但有雷虎小组装置艺术 还有一面利用视觉效果化成的战机墙 成了台北大直地区的新地标 跳高五层楼设计 华丽的墙面国防部新大楼大厅气势非凡 一旁的空军司令部也是美轮美奂 装置艺术很有戏 6G炸弹开花展现雷虎精神 还有这一面水泥砖块组成的大楼外墙 从不同角度看就会出现三款主力战机 ITF幻象2000跟F16 利用视觉效果飞在围墙上 新国防部营区外观有看头 骨子里也有先进科技 大楼从里到外都采用防电磁波建材 防止敌人侦测 加上地底下有防飞弹轰炸的指挥中心 光建筑工程就花了将近80亿 如今大楼完工在即 这颗零硅石也为国防部新大楼增添不少话题 记者李红杰 李冠志台北采访报道